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还是1 夏天到了,那一定不能少的就是冷饮 嗯,星巴克算是纽约,嗯,美国 美国这边最大的那个网红饮料的所在地了 那这一次呢,星巴巴又推出了两款饮料 真,对 那这一次呢,就来试喝他们的新饮料 那国内的星巴巴我是不太了解的 那美国这边的星巴巴呢,是经常性的会推出一些新的饮料给大家喝 尤其是在那个独角兽,对 那个火变了instagram的独角兽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开始,星巴巴应该是招了一个美术生进了他的公司 推出,后面推出的饮料全部都是色彩斑斓的 然后味道跟颜值不搭的那种 然后呢,这一次呢,星巴巴是和Lady Gaga他们两位 嗯,一起联合做了一个活动 Lady Gaga那边不知道我弄了一个什么Born This Way Foundation 对 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以为他是那个粉底,你知道吗? 因为有一个牌子,他的粉底的名字就叫Born This Way 然后Lady Gaga又搞了一个Born This Way,就很奇怪 那他这一次的活动呢,就是会有四杯饮料 就是任何,就是四杯饮料中呢,你去星巴克买一杯 星巴克就会捐出两毛五来支持那个活动那样子 嗯,他四杯饮料呢,之前已经有试喝过一个的是那个分层的粉红色的饮料 那个Ombre Pink Drink 然后还有最原本的网红Pink Drink 那这一次的两杯呢 看一下 对,这个绿色的,看着有点像,怎么说 看着有点像青汁的这个饮料 这个是,呃,抹茶柠檬水 然后呢,还有一杯,我觉得这杯颜值比较高一点吧 对,这一杯他们叫做Violet Drink,就紫色的饮料 对,他们在有了粉色饮料之后终于出了一个紫色饮料那样 星巴巴应该是要极其一条彩虹的感觉吧 虽然说之前,类似这样的饮料呢,在那个隐藏菜单里面都有 而且去年暑假的时候非常的火 不知道这一次星巴巴他们是准备把这一系列都要收到自己的官方菜单里面啊 还是跟风Unicorn 然后就继续色彩斑斓下去,谁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试喝吧 最近纽约的那个天气呢,是真的很神经病 上一周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它还在下雨非常凉快 然后到了周一的时候就忽然之间的一下子那个温度就升上去了 然后热了整整四天 全部都是华氏九十多度,九十五度左右那样子 然后,终于今天又凉快了一点点 所以就,哎呀 我真的觉得纽约这边天气,我告诉你,太神经病了 那,首先呢,就是来喝它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黑暗料理风格的这个抹茶柠檬水 其实新爸爸的那个抹茶新冰酪是很好喝的 尝一下它的这个 哦 哦 很难喝啊 我在看它那个新出菜单的时候,我就在想 牛蒙水跟抹茶搭吗 感觉好像也不会很搭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把它搅一搅 我刚刚一喝的时候我就这么说呢 就是,柠檬水和抹茶粉它是分开的 一,一入口的时候是柠檬水的那个酸味 然后到了后面就开始有那种抹茶的那种粉的,抹茶粉的那种粉味 哇 新爸爸这要作死吗?搞这么难喝 嗯,还是不好喝 哇 又苦又酸 又苦又酸 新爸爸抹茶粉味的本身是蛮不错的 但是 但是 这杯饮料就 酸 然后苦 然后还色 我 说真的 我也没有办法评论了 你说喝咖啡的人会喜欢它吗?我也不知道 我本身是不爱喝咖啡的人 我是爱喝甜饮料的那种 真的好怪啊,这杯味道 有一点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减肥的人可能 喝这个比较适合 因为你一喝你真的胃口全无啊 那我们来试这一杯 对,这个紫色饮料 Pink Drink它是有放草莓的嘛 然后它这杯它是有放那个 叫什么 Blackberry 黑莓 是叫黑莓吧 黑莓还是树莓 我也不知道 感觉这一杯怎么说呢 至少看起来颜值比较高 然后看着还比较安全吧 虽然说是带一点紫色 刚刚那一杯真的 哇 简直 我差一点就要把 新爸爸封杀在我的那个 饮料选单里面了 太难喝了实在是 那来尝一下这杯 嗯,这杯还好 嗯,这杯还好 这杯还好 这杯有一点 怎么说,羊梅汤的味道 蒜梅汤 嗯,它和那个粉丝饮料有点像 味道是比较清淡 然后是比较清爽 有夏天的那种清凉的感觉吧 不会很甜 然后也不会很浓郁 喝起来是比较凉爽的那种 然后它那个水果嘛 它放的这个Blackberry 也比较能够吃得到那个水果的味道 嗯,整体来说的话呢 可能 黑莓的味道跟草莓比起来 会差那么一点点吧 所以这一个喝起来 我自己尝的有一点像酸梅汤 就加了一点那个奶的那种酸梅汤 出门在外 夏天呢 不适合拿冰激凌 所以一般性都会拿一杯冷饮在身上 手里面 可以冰一冰熟 然后也可以喝下来比较凉爽的那样 新爸爸这一次推出的两款新饮料 一杯是大地雷 一杯是还可以接受的味道 嗯,整体来说 我是真的觉得 新爸爸,你不要再招美术生了 招一点比较有味觉的朋友来设计菜单 会比较好一点 刚刚那杯绿色的柠檬水 实在是,哇 我觉得我宁愿喝黑咖啡 所以我都不会再选那杯饮料了 实在是太奇葩的味道了 那另外一杯的那个紫色的饮料呢 相对性来说 虽然说可能 味道上讲的话 更多的人会选择草莓味 但是它这个黑莓味实际上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个人也会选择再去买来喝的那样子 那么到了夏天了 大家喜欢什么饮料呢 也可以在这里留言给我 那下一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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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